王二强盗用陆山河发明 被废除副站长职位 后悔不已 陆山河得到乡长认可 趁此机会申请宅基地 得到乡长同意后 就准备离去 这时罗夫乡长进来了 沈薇你也在这里啊 洪涛 你正好在 一件事情 我给你安排一下 这位是陆山河陆同志 也是咱们公社二大队的村民 时间有限 陆山河的实际 我下来给你说 现在陆山河他们家 要申请宅基地 你办理一下 这是我知道 陆林山找过我 他们家的房子多得很呢 不符合要求 我没有批 他的情况我清楚 一个家庭五六口人 一间房算多吗 行了 这是你也别说 我已经给了批条 你按照批条办理吧 罗洪涛的内心 虽然非常的不爽 但是也不得不听命 好的 我下来跟着安排 山河呀 我看你对农业技术方面 非常的了解呀 咱们公社正是缺少 这方面的专家 要不要考虑来 咱们公社工作 我这边可以想办法 给你解决身份问题 何江华现在 因为忙着赶下午的会 没有时间和陆山河多说 这是你考虑考虑 沈薇 我手里还有一些 重要文件要看 你赔一赔山河 好嘞 沈薇把陆山河 领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沈薇指着自己的办公桌 非常开心地 向陆山河介绍 这就是我工作的地方 公社的办公条件 虽然比较差 但还算是比较整洁 我最喜欢窗户外面的小院子 枇杷树和黄桃树 一到成熟的时候 上面的鸟 就叽叽喳喳叫个不停 陆山河的目光 盯在了桌子的英语书上 对沈薇说道 你记单词的方法有问题 首先你应该系统地 学习音标词跟联系 然后把单词 放在句子中记忆 最好记一个单词的时候 将其关联的几个单词 同时记忆 这样你就不会忘记 听陆山河这样一说 沈薇不可思议地 瞪大着眼睛 你会 英语 会一点 我爸也是下乡的知青 没事的时候他教我的 一听说陆山河的父亲 是插队的知青 而且懂英语 沈薇一下就开心 能不能请叔叔教教我 我英语怎么学都学不明白 陆山河一听这话 一个头两个大 果然是吹牛吹爆了 这是我回去和他说说 陆山河心里想着 自己要不要也参加一次高考 在很多时候 学历是一块敲门砖 李二牛到市场却一脸猛逼 自己的摊位 全被别人给占了 冯叔看见李二牛赶紧说道 陆山河呢 山河今天有事 来不了 昨天你们没有来 你们的摊位被人占了 而且对方还是卖的黄扇 听他们聊天的口气 好像还是红星宫舍的 一听这话 李二牛急了 他们也卖黄扇 就在这个时候 李二牛看到了何弘历 心里意紧 哟 二牛 我们就说你这段时间 怎么长胖了 有钱吃大白米饭了 原来是在这里卖黄扇了 真是不巧啊 我们也在卖黄扇 哟 你这黄扇个头不大啊 数量这么少 李二牛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和往常一样 继续卖黄扇 你不变应万变 二牛 山河不在啊 昨天你们怎么没有来 这扇鱼可馋死我了 今天怎么这么少 给我来两斤 好嘞 不一会儿 李二牛这边的扇鱼就卖光了 此时连中午都没有到 反而是和红利那边 扇鱼的价格虽然便宜 卖了一上午 居然三斤都没有卖到 这个销量比昨天的还糟糕 此时 提着大约十来斤扇鱼的王永志 也来到了国营饭店 领导 我是红星公社的小王 听说你们需要扇鱼 我这就送过来了 领导 我这扇鱼个头粗 味道好 主要是价格也便宜 一斤只要八毛 一听这个价格 吴经理眉头一抖 知道这人应该是抢陆山河生意的 所以吴经理没有给王永志好脸色 出去出去 我们这里的食材都是有专业供货的 谁知道你的黄扇有没有毒啊 出去出去 处理完公社的事情后 陆山河也来到了财市场 看到了陆山河 李二牛赶紧把早上地龙没有扇鱼 今天王永志等人 又在卖扇鱼的消息告诉了陆山河 山河 他们这算不算恶劣竞争 陆山河一下就反应过来 这一次上的善于没有收多少 肯定是被王永志等人给偷了 陆山河快步去找治安大队长张国栋 看见陆山河过来了 张国栋赶紧说道 你小子可来了 我正说找你说事了 陆兄弟 下个星期 我可能就不在市场这边工作了 要调任县里面的企业局工作了 担任副局长 哎呦 那我得恭喜张局长了 这还得托老兄弟你的福 这一次企业局副局长后备的几个干部 资历都和我差不多 只是我前段时间 不是抓了危害咱们市场 好几年的犯罪团伙吗 所以领导也比较看重我 陆兄弟 虽然咱们两个人认识的时间不算长 但非常的投缘 我虽然没有在市场这边工作 但市场的几个管理者都是我的兄弟 今后有什么用得着的地方 给我打一声招呼就行了 张国栋的确是个非常耿直的男人 陆山河也善意地对张国栋提醒说道 张大哥 这段时间 我听说咱们江城县 要让各大公社和生产队 大力地种植黄桃 有这个事 你也知道咱们江城县的产业不多 陆山河记得上一世江城食品厂 破产大量的工人下岗 不少种植黄桃的农民也是血本无归 非常的凄惨 张大哥 如果你相信兄弟 那你一定要记住 如果食品厂要生产 以黄桃为基础的水果罐头 你一定要坚决地阻止 沿海地区的罐头生产线 起不早 发展快 市场已经建立了 我们江城虽然有黄桃资源 但是没有市场 机械设备也是别人淘汰的 我们做黄桃罐头必死无疑